第六十六集 站在大胖子身边的那个人很熟悉 是我二哥 亲大爷家的 我二哥师范毕业 那种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的明办教师 整天抱怨自己当不了官 所以呢 终日不如意 我和二怪走到学校门口 连忙喊二哥 我二哥一瞪眼说 嗯 叫杨老师 我们只好叫杨老师 我嘴里叫杨老师 心里想 你不就是姓杨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可是姓驴 比杨大的多了 热气了 驴能把杨踢死 我心里这么想的 但嘴上不敢说呀 怕我二哥一脸黑 把我踢死 这是二哥说 这个是校长 叫校长好 我们赶紧地叫校长好 大胖子小咪咪地弯一下腰说 小朋友好 说说 你们上学 有什么理想 二怪当时回答说 上学 上学长大了挣钱 我娘说了 有了钱就盖屋 给我娶个花媳妇 校长一听就说 好 好 这个小朋友的想法 符合时机 那个小朋友 你有什么想法 我转眼看看 杨杨自得的二怪 心里狠狠地鄙视了他一番 男子汉 怎么能老想着娶媳妇 再说了 像我心里想着娶媳妇 也不能明着说出来 我可听说了 北京有清华 于是我大声地说 我长大了 要上清华大学 看看 这就是我的理想 现在理想实现了一半 那就是长大了 至于另一半上清华 就永远实现不了了 我说完上清华 校长翘起大拇指说 好 好 这个理想 好 小朋友 你叫什么呀 我很自豪地说 我叫吕晓东 二怪从我的身后 往前凑了凑说 我叫吕二怪 校长说 杨老师 你们装上 什么时候要姓驴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二哥说 嗨 校长 你别听他们瞎说 那个是我兄弟 叫杨晓东 另一个是我们的邻居 叫你二怪 我说 二哥你才胡说 那个羊太小了 不能拉梨 也不能骑 什么用都没有 你姓杨 你们全家都姓杨 我和二怪两个人 就姓大耳朵驴 我说完之后 校长的脸都黑了 这时二哥生气地说道 你们两个东西 我让你们姓驴 看我非 踢死你们不可 有人会说了 老师说话 怎么会这么粗鲁 这个呀 跟我们那时候的大环境有关系 那年头老师认为 棍棒出好学生 孩子就得使劲地管教 该打的打 该揍的揍 不然啊 不能成才 再说了 二哥不是外人 生了气 那可是真大呀 我们吓得躲在校长后面 校长赶紧地制止我二哥 我们趁机跑进学校的一年级 我们的学校 按照现在的标准 那可是威方 后面的墙壁 早年的黑板 早已脱落 露出黄黄的泥巴 有的地方还露出了石头 屋里的客桌 缺胳膊烧腿 地面上直接是黄土地面 坑坑洼洼的 不过 由于我们对知识的渴望 这些困难 算不了什么困难 第一天上课是愉快的 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是祖国的花朵 后来才知道 这是多么的不靠谱 建班人的位置 都让有关系的占了 我们就是没人管理的社草 背着书包 唱着刚学的儿歌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一回到家里 寒寒迎声来说 哥 我们不要注意 咱得要揍你 棍子都准备好了 我说 为啥子我 我又没有惹事 寒寒说 你还没有惹事 这回你惹的事 大了 咱二哥 把你姓刘的事 给告发了 咱爹听了 把酒钟都摔了 我听到这里 感到背上发凉 我爹当年是真揍 这个揍在身上 揭不下来 我心里把我二哥 揍了一遍 揍他一辈子打光棍 不过 后来我二哥 这一辈子没有结婚 不知道 是不是我揍的 现在想想都内疚 想着给我二哥 找一个二嫂 我轻轻地走进大门 精神顿时紧张起来 开始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随时准备 躲开我爹的忽然袭击 就在我到屋门口的时候 只见一个黑东西 朝我的脸上砸来 我本能地 一下子躲开了黑东西 一看 是我爹的鞋子 这时我爹大吼道 小兔崽子 你敢给自己改姓 给我滚 我一听让我滚 当时如同得了大射一样 转身就要跑 刚迈了一步 我爹叫道 小兔崽子 你给我滚进来 不是让你滚出去 听我爹的口气中 听得出 他真生气了 于是我战战兢兢地 走进屋去 在屋里 看见我二哥 正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我朝着他 没好气的小声说道 叛徒 叛奸 我爹听见我骂二哥 就朝着我说 小兔崽子 这不关你二哥的事 是我问你二哥的 你今天给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说 自己信驴 我小心翼翼地说 爹 那个 那个羊太小 不能骑 也不能耕地 那个驴的 我爹还没有等我说完 直接另一只鞋扔了过来 幸亏我早有准备 身子一动躲开了那只鞋子 这时 我爹嘴里大骂道 狗屁 咱们姓羊 乃是羊树的羊 老家在山西火堂寨 羊家将里的英雄 都是咱家老祖 你竟然 说姓驴好 我今天 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 说着光着脚 拿着木棍就要打我 我小时候反应速度贼快 当我爹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我就跑到了门外 我爹叫他 小兔崽子 你给我别跑 把老子的鞋 拿过来 我拿鞋过去 这顿打 肯定是挨在身上了 我哪有那么傻呀 朝着我哥狠狠地叫了声 叛徒 人们不会放过你的 别看你今天闹得坏 就怕明天 我正说着 我爹已经举着木棍过来了 我撒腿就跑 我爹光着脚 自然追不上我 我跑到大门口 我娘拉住我说 小冬 你这个孩子 怎么这么会惹事 这回惹你爹生气了吧 你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等你爹消气了 你再回来 我点头答应了声 挣脱我娘的手 竟往外边跑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躲 又遇到了一件 吓死人的事 我刚跑出去 躲在墙头后面 想看看我爹追来了没有 这时我看见二哥从我们家走出来 直奔着二怪家里去了 我二哥 这时要到二怪家告密了 二怪的老爹也是抱脾气 教育孩子的方式简单粗暴 说打就打 我二哥要是去告密 二怪肯定得挨打 我想去报信 让二怪赶紧跑 可是这时 已经晚了 只是朝我二哥骂了几声叛徒 然后就跑到小曹年那里 等着二怪出来 小曹年 白天人不断 压年的人多 平时我都会做好事 帮老嬷嬷推你 这块可没有心情帮他们 我心急火燎的 等二怪出来 在小曹年那里 等了不大一会儿 只见二怪像兔子一样跑过来 后面传来了大人的吼声 二怪一边跑 一边对我说 哥 快跑 我爹追来了 我一看二怪脸上 有五道手印子 知道 他也挨了走 再一看 二怪的爹脸色铁青 嘴里吼着 拿着一根棍子 已经快追过来了 我怕不分青红草白 把我也揍了 于是就跟着二怪 撒腿朝庄子的西边跑 其实庄西 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那里 是我们经常玩的食堂 当年食堂的拐石几乎成了我们庄上的标志 第六十七集 在食堂的那边有一个杨槐树的树林子 我们一口气跑到树林子里 这时才停住脚朝后看 一看我大爷没有追上来 我爹也没有跟过来 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二怪对我说 哥 我以后可不敢姓驴了 这次说姓驴 差点被俺爹揍死 我说 我也是 都是咱二哥那个叛徒告密 要不是他 我们就不会挨揍了 二怪沮丧地说 咱二哥这个人 死心眼认死了 我说 是啊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付这个叛徒 二怪说 哥 咋对付呀 二哥那可是大人 咱对付他 弄不好得把咱踢死 我说 你傻呀 等咱们明天偷偷地爬进他家里 把他的锅给砸了 二怪一听 赶紧地学着地道战里的那个高司令的台词 竖起大拇指说 哥 这个主意高 实在是高 我说 高啥呀 咱二哥要是知道是咱俩咋的 可得接你家的锅培 那可不行 我爹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 反正咱也打不过咱二哥 我听二怪一说 直接就泄气了 在林子里躲着 天快黑了 可是我们两个人爬一走 我不敢回家 两个人在树林子里抓了些早蚂蚱 这蚂蚱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蚂蚱卖在一岛地出玉米的时候就会有了 晚蚂蚱是秋后收玉米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蚂蚱 品种才真的多 我们抓的蚂蚱用草穿起来 踢在手里 俗话说 乌漏返糟连阴雨 我们在树林里抓蚂蚱的时候 天空忽然响了几声闷雷 我们朝天上一看 坏了 天已经阴了 滴滴的黑云彩翻滚 眼看就要来暴雨 我对二怪说 坏了 来来暴雨了 咱最好回家去 二怪看了看天 想了想说 哥 我可不敢回去 要是回去了 我爹可说了 这次一定把我的腿打断 我爹那个脾气你也知道 说打断腿 那肯定是说话算话的 我听二怪这么一说啊 我也感觉浑身一颤 我跑出来的时候 我爹可是真生气了 木棍都准备好了 赶面仗促的木棍 这要是打在腿上 用不了几下 就能把我的小戏团给打断了 二怪这么一说呀 我感到自己的腿 一个劲的不自在 我对二怪说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 总不能在这里等着淋雨吧 二怪说 哥哥哥哥 我想起来一个地方 咱们不用回家 也不用淋雨 我说 什么地方 二怪说 哥你忘了 这里有三间淋雨屋 我们去淋雨屋里躲一宿 没准明天 俺爹就消气了 到时候 就不用打断我的狗腿了 我听二怪一说呀 就想起了树林子的 灵野屋 关于我们这里的灵野屋 都是吃生产队的时候建立的 那时候提倡战备林 所以很多地方都种上了树 在树林里盖上了小屋 这小屋就叫灵野屋 早些年里 灵野屋里住着知青 当我出生的时候 知青早就已经回城了 其他的灵野屋没有什么 但这一片杨树林里的灵野屋 却和别的不一样 那里 吊死过人 传说闹过意 大白天的都没有人敢过去 关于吊死的那个人呢 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人是外乡人 他姓林 不知道他具体叫他什么名字 大家都叫他老林 当年啊 随着知青一起下来的 老林为人 老实木讷 胆小怕失 这样的人 一般在解放前 要么是地主 要么当过土匪 要么当过国民党兵 反正就是成分不好 后来可能是斗怕了 人就变得寡言少语 一般绝不会透露 自己以前的事情 当年我们庄上的斗争手 他来到我们庄上 没有挨到多少批斗 庄上看他老师 就安排他到了灵夜屋 他平时只知道干活 都不敢正眼瞧谁一眼 见了谁说话 都透着看人的脸色 哪怕是别人和他开句玩笑 他都吓得诚惶诚恐 80年所有的知情都走了 就他留了下来 绝口不提回家的事 大队里有时问他 他就说家里没有人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住在哪里都一样 本来他在树林的空地里 种种菜 闲的时候抽点烟 看一圈树林里的杨槐树 这辈子也许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天上掉事 我们庄上有一个妇女 在那里干活 忽然失踪了 家里的人找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 真正的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时惊动了公安 依然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最后啊 这事不了了之 慢慢的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大伙走得近 干完地里的活 喜欢到树林子里乘凉 到老林的林野屋找水喝 这时不知是谁啊 和老林开玩笑说 哎 老林 咱们装上失踪的那个女的 是不是你杀了呀 然后 就埋在这阳槐树林里了 哈哈哈哈 这一句玩笑 当时把老林吓得面如土色 手慌张地摆动着 使劲地辩解 自己没有杀人 这事要是平常人 骂那开玩笑的人一句 然后不当回事就过去了 可偏偏怕事的老林 不愿意过去 使劲地解释 自己没有杀人 这样一解释 反而更解释不清了 大伙纷纷议论 但没有事实 谁也不敢确定 到第二天干活的时候啊 再去老林的屋子 发现老林门窗紧闭 怎么喊都没有人答应 大伙以为老林怕事 这是借关门避祸 那个开玩笑的人 也有点内疚 像老林这样胆小怕事的人 平时连说句话都费劲 怎么可能杀人呢 大家都清楚老林的脾气 也就没有太为难他 逼着他开门 可后来一连好几天 都不见老林的影子 林业屋的门始终紧闭 这时 人们只要一靠近呢 就会闻到一股子臭味 这时 有人忽然觉得不对劲 马上到大队里报告 人命关天 大队里也非常的重视 带着民兵来到了林业屋 这次民兵没有喊门 而是拿来斧头 一下子把门劈开 等门一劈开 轰的一下子 飞出许多绿豆营 一股腐臭的味道 迎面而来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腐烂了 这种苍蝇比一般的家营略大 复原 形似绿豆 习惯称之为绿豆营 它们繁殖期很长 磁营喜欢在浓窗 伤口腐败的动物尸体 等处产卵 有虫以腐蚀组织为食 大家看见绿豆营飞出来了 赶紧地躲开门口 用手挥动着 不让绿豆营落在身上 这时大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就是老林出事 民兵里有一个二愣子冲进去 到了里屋一看 接着就大喊了几声 朝外跑了出来 趴到门口吐了起来 大伙一看那个人吐得厉害 就问怎么回事 那个人不说话 只是用手指了指里面 接着又吐 大伙好奇就一起进了外屋 打开里屋的布帘子一看 有些人吓得当时腿脚发软 坐在地上 还有些人转身朝外跑 当时情况十分恐怖 老林吊死在内屋的梁头上 那时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两个眼球从眼眶里凸出来 像是盯着人看 张着大嘴 舌头伸得很长 从嘴里不断地涌出白色的蛆虫 白花花的 无比恶心 还身上穿着一身新衣裳和新鞋 双手垂在那里 身子直直地吊着 好像身子还在轻轻地晃动 在脚下一盏煤油灯 已经油进灯库了